元旦联系假期最后一天 原本预估台九线南回路段出现大量车潮 但中午之前都还有60公里车速 而往返台东达任的当地居民 依照往年经验判断 为了避免困在车阵中 都会提前开车返回部落避开车潮 加上台东连续几天大雨 担心道路摊方 也是提早决定往返原因 因为下午1月2点左右 台九线416公里南下往多梁方向 有落实杂道自小客车 还好没有危及到驾驶生命安全 到了下午开始出现车潮 警方也加派人力疏通 三天的一个连续假期 那我们分局所规划警力的一个重点 是摆在像泰玛里的这个湘南 金轮多梁跟森永 单线通车的南回线 泰玛里进入金轮塞车最为严重 加上南回路段出现间歇逊大雨 影响开车视线 警方呼应慢行 并且尽量利用礼峰时间上路 好避开车场 举止小马亭丹盛台东大午采访报道